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解读一下每本性价比排名的一张榜单 这张榜单呢是由美国的叫CNBC推出的 说美国前50所大学中回报最高的大学 就回报最高的前50所大学吧 排名的方法呢主要是这个学生他每年花的实际的成本 和他的十年之后的学校毕业生的平均的工资 这两个来相比 那他数据呢主要是来源于这个奥巴马的college scoreboard 还有pay scale从这个数字来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排名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 前十名的这个私立学校里面呢 排名第一的是斯坦福 第二名普林斯顿 第三名芝加哥大学 第四名加州理工 第五名哈佛大学 那么这几所都是这个神校啊 可能这里除了MIT剩下都在这里面了 你能进斯坦福的学生 十年之后毕丽业他也是人中奴隆 能拿到更高的工资 所以说你像斯坦福啊 普林斯顿啊 什么哈佛啊 加州理工 这是最难进的学校 他的学生本来就很不错 毕丽业以后拿到更好的收入 这是理所当然的 好 那么看公立的学校 这张榜单的比较有意思 第一名呢 是华大西雅图 第二名呢 是华大 Bassel 这个分校 华大一共有三个分校 西雅图 Tacoma 和Bassel 这两个呢 都是排名最前的的 然后呢 是麻省的海事学院 还有呢 是美知根安纳堡 加州理工 那么这几个公立呢 就很有意思 它不是说这个按名校来 这个是华大西雅图 和华大Bassel 那么这两个学校呢 我想它的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它地处西雅图 周围呢 有这个微软呀 亚马逊呀 什么星巴克呀 Costco啊 那么它的就业的机会 非常的好 然后呢 麻省这个海事学院呢 挣的钱呢 还是比较多的 那下面呢 是美知根和加州理工 好 那我们来看 它具体的这个排名 前二十位四季大学 斯坦福 普林斯顿 芝加哥大学 加州理工 哈佛 然后是耶鲁 这都是名校啊 哥大 麻省理工排第八 波莫纳排第九 然后杜克排第十 就前十名都是这个名校 咱们来看 这杜克 它的这个平均净成本呢 就是如果你是这个美国的学生 你家庭的收入 是在四万八到七万五 这个范围当中呢 每年呢 只要交七千八五块钱的学费 就行了 职业的这个生涯的中期呢 是十万零九百美元 好 我们现在来看公立的 那么排名二十五的这个公立呢 第一呢 是华大西雅图 这个很漂亮了 十年的这个校友的这个平均工资呢 是十一万 华大的博塞尔分校 这个博塞尔分校很有意思啊 它和一个社区大学叫 Cascadia 是同一个校区里 其实这个是一个社区大学的学校教学楼 它的平均的工资呢 是八万 但是它的每个学生的费用呢 很低是八千多 麻省海事学院和平均工资呢 是九万 它每个学生平均的付一万 然后呢 密资根安大宝 乔治亚理工 然后是普渡大学 然后是威廉玛丽 密资根理工大学 然后加大洛杉矶 然后是巴鲁克学院 这是在纽约城市大学里面的一个这个商学院 然后是加大圣地亚哥呀 这些 这个排名榜呢 其实看点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毕业生就业力 它的这个工资能有多高 这个排名榜单呢 排名的依据呢 这个成本呢 是根据美国学生 他并不是国际学生 所以对国际学生呢 这个参考依据呢 成本这个方面 依据并不大 因为国际学生都拿不到奖学金 这个学校呢 最后看来 就是它的这个就业的工资呢 还是看它的名气呀 地点呀 还有专业 还是靠这些来决定的 好的 今天就讲到这 希望呢 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问题 也建议 可以在后面留言 如果喜欢这视频点下 想上大拇指 这样便能推荐更多的学生和家长 如果留学美国呢 有任何的问题呀 一件杂政都可以私信我 我呢 会安排时间来回答 最后感谢你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